一包包垃圾全部堆疊在一起 龐大的垃圾量堆得快 比旁邊二樓建築還要高 一樓窗簾一拉開 垃圾映入眼簾 清潔隊幾乎快要被垃圾淹沒 堆積如山的垃圾 多達九千噸 就在埔里熱鬧街區 加上高溫炎熱 惡臭的空氣 讓當地居民苦不堪言 也引起外來遊客反感 南投縣內沒有焚化爐 十三個鄉鎮市的垃圾 長期依靠外縣市協助處理 每天只能運出兩百噸的垃圾量 其中埔里鎮是連垃圾掩埋場都沒有 全都堆在清潔隊廣場 那目前我們已經談妥了八個縣市 每年大概有八萬噸的外運量可以處理 那希望可以解決這個南投的垃圾問題 場內堆製的七千噸的垃圾 我們可以以專案的方式外運來協助處理 從前縣長林明珍執政八年 到許淑華上任 南投的垃圾問題依舊是最大難題 先前遠見雜誌施政滿意度調查 南投在環保項目調車尾 而且是全國唯一不及格的縣市 只能仰賴其他縣市加大處理量 努力把縣內垃圾從二十四萬噸 降低到十萬噸以下 三立新聞 吳昆宇 南投採訪報導